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拿讀聖經 剛剛過去的禮拜團契查經查考這個《乾不多前書》第十二章 講這個的恩賜 通常教會鼓勵別人去侍奉 特別現在年頭 查考你有什麼恩賜 按著那個恩賜 你可以在教會裡面什麼崗位去參與 都會來講講恩賜 甚至有些所謂的恩賜調查表 叫你做一輪 哪怕你侍奉的崗位 究竟跟這個恩賜調查表 或者是聖經裡面所講的恩賜有出入 這是來不來的一回事 沒人就低調處理 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有哩姐妹去問 《乾不多前書》第十二章第十三節 最後一章就講到飲於同一位聖靈 為什麼要用飲字呢 好像聖靈吃得下肚子 聖靈好不好喝呢 好不好味呢 會像汽水一樣 橙汁一樣 這是不是一個翻譯錯誤呢 如果你看看英文翻譯本 都是同樣用drink這個字 飲的意思 有些是會用share的 分享聖靈 分享出去 和你喝下肚子 很大分別 於是我就回去 希臘文聖經裡面去看 因為的確原文是drink字 用翻譯的字典各方面去查考 於是就要再問一下 為什麼要用飲字呢 同屬一位聖靈 belongs to 它 有一個同屬關係 上下之間 喝的時候 喝下肚子 會不會代表 你會和聖靈合而為一 當然 看看前書12章的設定 他說屬靈恩賜 的時候 一開始不是說 有什麼不同的恩賜 你可以作炎作剛 為主爭光 以及在教會裡面 互相照亮 最主要一開始的時候 是說 我們大家都是同屬一位主 一個聖靈 好像身體各個肢體 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當我們說 這個屬靈恩賜的時候 關鍵是互相幫助 互相建立基督的身體 也會 而每個人連絡著主耶穌 因為救恩是從他來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也是連絡著聖靈 因為任何的恩賜 都是由聖靈所賜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值得來看 或者再深入去研究 為什麼要用飲這個字 這是前書第十二章的框架 當然有個前設就是 當中 哥林多教會的那些人 不是多人多 是哥林多 那些人非常粒粒聲 有保羅 有阿波羅 這些創教之人 在那個地方的創教會之人 同一時間 他們的恩賜 例如說謊言 醫病 我們在現今社會 封民有這些事跡 都可能有一意 但是 真的在說 你在身邊看見 有這些人 就少一些 或者有些 靈欣派的教會 可能會多一些這些 但是我爹地去過 靈欣派的教會 嘗試得到醫治的時候 最後來是完全不覺得他有任何幫助 不是說他是神棍 但是總之 至少可能神不肯去醫治我爹地 或者什麼 他感覺純粹就是 他推他一下 然後他就跌倒一下 但是其實他不跌倒的 但是當你不跌倒的時候 後面的人會按下去 令到你跌倒 同一時間 他的手裡有一股尾 令到你會退後 這是我爹地的感受 對還是錯 是另一回事 但是這絕對是他的感受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值得留意 原來恩賜 不只是說謊言或者醫病這些 那麼權能 那麼為主角 光環式的一些 服侍 還有教導 還有使徒 先知 這些都是恩賜 相對於 在一個重要性裡面 哪樣重要和哪樣不重要 似乎主和聖靈 就遠遠重要過很多的恩賜 似乎教導的恩賜 即是將神的話語顯明的恩賜 又比起這些神職權能的事情 就更加來到他緊要 又就算我們不將他輕闖 都要分得那麼清楚的時候 每一樣東西都有他的重要性裡面 如果過分偏重 某一樣的時候 都是不健康的 這是保羅在《江林多》前書十二章 再一次一再強調 以照他延伸到十三章的時候 就說到愛是最重要的 愛本身不是一個恩賜 不是一個功能 但是如果沒有愛的時候 你怎樣能夠用你的才幹 你的恩賜 來服侍大英姊妹 來建立教會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你更加需要追求愛 這是第十三章的關鍵 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淫於聖靈 如果我們看前些《新約聖經》裡面 《使徒行轉》第二章 五秦節 聖靈降臨 的確有很多神跡歧視發生 很多人來講謊言 當時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各地 去回耶穌撒冷的朝拜神 至少在聖經列出的 都有十五種不同的謊言 當時有個第十二和十三節 有些人去判斷 或者產生疑惑 為何那些人這麼hyper 同時 為何他們可以講到我們家庭的謊言 他們是否新酒灌滿 新酒通常比較烈 辣一點 喝醉紛紛的時候 於是就胡言亂語 你講寶寶話 講一些口似不清的話 就不理解 理論上 你不能講到別人的謊言 我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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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一回事 於是 彼得去講道 到十五至十八節的時候 他就講道 他們不是被新酒灌滿 是被聖靈充滿 就好像約爾書裡面講到 到末後的時候 神就會用聖靈來囂灌所有人 以至於他們說出神的說話 你會看到聖靈充滿 有些跟新酒灌滿 有個類似的情況出現 新酒會有一種被支配的感覺 你喝酒醉紛紛的時候 你不清醒的時候 行動 言語各方面都不由自主 以至到 如果讀《以忽所書》第五章 第十五到二十一節 就講到 講到 一個人的行為操守 在神的教會裡面 應該有什麼推薦 當中其中一個就是講到 你不應該去醉酒 乃要被聖靈充滿 那為什麼永遠都要把酒和聖靈 來做一個correlation 有一個原因在當中 很多時候有人解釋《以忽所書》第五章的時候 就會說酒是negative 但我們忘記了那種takeover的事情 當你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跟新酒同樣的影響 理論上 應該就是你要被他takeover 完全支配你的言語行為生活 或者保羅所說 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清潔上都有仕途的榜樣 都會有熟靈的表現出來 這個才是聖靈充滿的definition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看回彼得講的講道 非常之有層次 又有引經據典 同一時間 他也都在整個現場 很多人來講謊言 做神職各方面 這些都是聖靈充滿的表現 你可能會問 但是我沒有講謊言 我又不能夠行神職 所以正正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聖靈充滿的specialty 就是那些權能的神職歧視 講謊言各方面 在這個的哥林多教會那些人 可能某程度上或多或少 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以至到保羅來正是聽 就告訴他 聖靈充滿的表現 除了講謊言 除了醫病之外 其實作為使徒 作為先知 作為教師 各個人 在不同的崗位裡服侍 都是一種聖靈充滿的表現 關鍵只不過 你有沒有被他take over 然後來追蹤主 跟從主 以及來建立教會 需要用這件事來看 假如假如 如果你說支配這件事 你可能是給酒支配 你可能給你公司老闆支配 你可能給金錢支配 你可能給遊戲機支配 很多時候 或多或少 可能是某一個時刻 不會是全天後式 或者有時候 你是甘心情願 有時候可能是被迫 你回想這些支配的事 因為我們未必是 單單醉酒 或者從來未試過醉酒 你可能未必能夠理解得很清楚 於是你回想這些被支配的時刻 然後你自己問自己 你有沒有曾經被主 耶穌 被聖靈支配 這樣就會容易些 不單止單憑一種感覺 和感受 來想 究竟你這個時刻 有被聖靈充滿 有沒有聖靈的同在 有沒有曾經 飲於這位聖靈 另外一件事 既然他也說到 原來作為使徒 作為先知 作為教師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當我們回去 例如耶穌教導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六章 他們說到 什麼為聖靈 都會用真理的聖靈 叫世人為罪 為審判來責備自己 來指引你那條正路 究竟哪裏才來走 怎樣來跟從神 所以如果你能夠追求 認識聖經 認識真理 認識這個世界 什麼為善 什麼為惡 而且去持之而行 神的教導 其實雖然說得出來 剛剛是女人 而且就是 有什麼特別 但是其實這個可能 更加重要的就是 一個聖靈充滿的表現 從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有很多康間 來去practice 還有 令到你被聖靈充滿的能力 和percentage 無論是每件事情上 或者是時間上 各方面都可以慢慢來進步 和成長 很多年前 寫了一首歌 叫做封靈訟 大家都可以來聽聽 裡面 講述 究竟 這個聖靈是什麼 和聖靈充滿 和真理的聖靈 例如以忽所書 照亮你心裡面的眼睛 令到你看到神的啟示 在教會 在這個世界上的位分 而你在教會裡面的位置 如何來服侍 都有多一點啟發性 在片尾的時候 加一條link 你都可以來參考 作為一個延伸的未閱讀 但是延伸的一個聆聽 今天回到這裡 會幫到大家 來去understand 因慈 同一時間understand 聖靈 尤其是淫於聖靈的時候 來去廣道 如何去避拒 去主宰 去驅使 而不是單身的一種迷信 或者是一種瘋癲的狀態 今天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D巴拿托